吃瓜群众们对张博之小儿子的生父身份很是关注 到现在张博之还是不肯公开三胎生父信息 以他以往的处事方式 他一定会公开身份的 不公开一定有他的原因 张博之和普通家庭一样非常喜欢晒自己的儿子 他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孩子的照片 之前张博之晒三个儿子照片 三儿子的发色是黄色 当时网友都纷纷表示 孩子爸爸估计是个外国人 没有正面回应 谢霆锋的嫌疑应该能够被清除 后来张博之回应网友 一句圈外人不可以吗 这不正是回应了生父的身份 看来张博之真的是很厉害了 港媒爆出张博之三胎生父是圈外男友 孙东海 内地影视公司的CEO身价数亿 比张博之大12岁 张博之生下三儿子时 孙东海奖励了他一套离北京机场最近 价值3000万的豪宅 张博之三儿子亲爸 已被证实是这位大佬 不公开是因为对方是个不婚族 很多豪们不结婚是就是担心争夺家产 没有婚书你就不用扛大顶了 过得多么自在 而且孙东海是圈外人 他不愿意被外界过多关注 张博之自然尊重对方意愿 所以张博之就没有必要公开三胎生父了 说起香港娱乐圈中的大型未解之谜 除了蓝结英事件外 相信大家对张博之未婚生三胎事情更感兴趣吧 想当初张博之从来都是大众最喜欢的女明星 自从她嫁给谢霆锋渐渐的拍戏少了 开始兼顾家庭并且给谢霆锋生了两个儿子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时候因为张博之和陈冠希 因为不雅照一事闹得沸沸扬扬 而作为丈夫的谢霆锋一时间也陷入了风火浪肩上 虽然他一再明确表示不会嫌弃张博之 但是不久后他们仍然已离婚收场 实在是令人唏嘘 离婚后张博之成为了一个单亲妈妈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以为 谢霆锋非常的不负责任 让一个女人养两个孩子真的是太过分了 其实这并不是真相 不是谢霆锋不想养儿子 而是因为张博之太喜欢孩子了 因此离婚后的张博之坚持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 用自己的母爱温暖他们 虽然谢霆锋每个月都会给他们生活费 但是长久以来没有父亲的陪伴 我相信最后受伤的依旧他们的两个儿子 于是两个儿子也是异于常人的懂事 并且大儿子经常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维护自己的妈妈 而小儿子也相当于是一个暖宝宝 经常都妈妈开心 其实关注张博之的人们 几乎都知道张博之非常的喜欢小孩子 他曾经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表示 结婚就是为了生小孩子 目前虽然他已经是单身状态 但是依旧阻挡不了他喜欢小孩子的心思 于是在去年的时候网上遍布都是张博之三胎的消息 一时间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 就连媒体们都是脆不及防 相信他们肯定都是非常的纳闷 怎么回事 张博之啥时候有的男朋友 啥时候怀的孕 孩子的生父是谁 一时间网友们七嘴八舌的 仿佛嘴都张成了一个大大的欧字形 能做到如此的滴水不漏 小编都实在是太佩服张博之的保密工作了 不去做特工真的是可惜了 而现如今张博之的儿子小王子已经快满一周岁了 但是至少网友们都不知道小王子的生父是谁 从当初的谢挺风到周星驰 再到外国富商 网友们纷纷都猜了个遍 但是没有实锤的证据 大家都是捕风捉影 就在风波渐渐平淡的时候 一位神奇的大佬发表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详细看法 就在近日 一位香港的知名媒体人 猪皮突然在某平台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有粉丝非常好奇这件事情 于是就找上了猪皮 看看他对于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见解 为了自己的粉丝 猪皮就应下了这个要求 并且出了一段视频进行了自己的分析 其实说起猪皮这个记者 相信大家都可能不太熟悉 其实他是个曾经的香港资深的娱乐记者 虽然早已经退休了 但是由于对于八卦有着天生的好奇心 因此现在的他经常会在微博上 或者是短视频上发表自己对娱乐圈的见解 然而话说回来作为曾经资深的记者 他表示要用自己在娱乐圈数十年的经验 来揭开张博之三胎生父的事情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 他在说的过程中 矛头居然直指谢霆锋 这真的是惊呆了众人的下巴 并且他还说的有理有据 那么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他通过分析张博之在生三儿子时 利用张博之的妈妈心情不好的内容 大作文章 猜测张博之因为是怀的谢霆锋的孩子 因此才不高兴的 并且还表示 最近这段时间 几乎没有谢霆锋和王菲的新闻出现 并且他们合体的次数几乎为零 因此这可能就是他们感情变淡的信号 并且还直指 如果谢霆锋和王菲一旦分手 那么就是张博之公开三胎儿子身份的时候 不过随后 猪皮又在评论区表示 这是自己的分析 自己也并不知道事实的真相 感觉真的好一个无中生有 其实早在之前 张博之在刚刚生完小王子不久后 就有很多的传闻出来 有人说 这儿是周星驰的孩子 但是不久后就被双双否认 而后又有人表示 小王子的生父是谢霆锋 就在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谢霆锋开始出来否认了 他表示感到炸蛇 非常的匪夷所思 明明自己只有两个儿子 怎么会突然的又多出来一个儿子呢 并且他还表示 以后他会做好自己两个儿子的爸爸的责任 最后还希望不要对自己的生活和真正的父亲造成困扰 还表示 以后关于这件事情将不再回应 这时看到谢霆锋的态度 非常的明确 自己已经和张博之没有关系 而张博之的态度也是非常的明确 虽然并非是自己出面 而是让自己的工作人员出面辟谣 没有的事 看得出来还是当事人出来回应 还是比较有可信度的 其实总的来说 现在张博之已经和谢霆锋离婚了 虽然之间因为孩子的事情还有联系 但是这都是很正常的 娱乐圈的媒体确实都喜欢捕风捉影 因此大家还是静静地吃瓜吧 众所周知 张博之现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 在38岁生下他的第三个儿子小王子后 他收获了满满的祝福 同时 每个人都对他第三个儿子的父亲感到了好奇 第三个孩子现在都一岁了 孩子的父亲仍然是一个谜 自孩子出生以来 人们的猜测一直没有停止 然而张博之从未对此事做出积极回应 因此出现在张博之周围的任何男性 都成了网民猜测的对象 最近一些香港媒体挖出了许多娱乐爆料 怀疑他第三个儿子是和内地富商孙东海两人所生的 孙东海在娱乐圈有隐形富豪的头衔 身价过亿 从事房地产生意 现在他已经在影视圈有所发展 并与女演员李小冉和樱桃交过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早在2015年 中国第一狗仔队卓伟爆出张博之心恋情 被拍到的对象正是孙东海 虽然当时他们大部分都把他当成八卦看 现在看来两人的关系早在五年前就开始了 据报道 孙东海对张博之照顾有加 为了方便张博之在北京和新加坡之间往返方便 特意在机场旁买豪宅 还拍到了他与张博之带着儿子 陆克斯一起买玩具 虽然张博之还没有公开承认孙东海是三胎孩子的爸爸 但他们经常见面 所以他们的感情并不一般 许多网民留言 希望张博之有一对聪明的儿子以外 更要找一个会珍惜他的人 因此看到他开心过得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替他开心 也希望他早点宣布这个好消息 第三个孩子的父亲基本上已经实锤 为什么张博之迟迟不公开呢 据知情人说 张博之和谢霆锋在离婚前有一个协议 当他们的儿子还未成年时 任何一方都不可再婚 如果再婚的话 孩子的抚养权就归另一方 看来这就是张博之不敢再婚的原因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